今年4月29号 阿列克沙尔在TikTok上发布了一条奇怪的视频 声称一位时间旅行者在自家的储物室里消失了 这个视频已经在TikTok上超过1200万次观看了 并且有网友深入挖掘发现 这位所谓的时间旅行者在2018年7月就去世了 今天我们就来见见时间旅行 大家好 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病大不住 旁边是时间旅行者小仙儿 大家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几件互联网上非常有名的时间穿越者事件 今年4月29号 阿列克沙尔发布了一条视频 视频是由阿列克沙尔在院子里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 阿列克沙尔说 几天前自己的手机突然收到通知 提示说自己的花园里面有一场活动 他就查看监控画面 发现一名陌生男子在自家花园里面徘徊 这个人行动诡异 引起了阿列克沙尔的警觉 他开始密切观察这个男子 发现这个家伙似乎对自己他的储残室特别感兴趣 不停地在围着这个储残室到处转 反复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 最后他打开储残室的门 躲进去了 再也没有出来 阿列克沙尔死盯着这个监控一个小时 那个储残室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个让阿列克沙尔心惊肉跳 有个人突然躲到自己家里在干啥呢 我觉得他挺难点的 一个小时以后才报了警 你看那个画面都 连太阳的位置都移动了 警察到达后就对阿列克沙尔家 前前后后左右右 进行了一番搜索 并没有发现任何遗产 也没有地下室 没有他们确定的储残室没有地下室 那个男子就这么从世界上消失了 最后警察有没有给他一个说法 是这样警察没有给他说法 警察来他们家里面来看了他的视频 然后他报警说是有人进了他们家的储残室里面 然后警察也进了那个储残室 你看了没有人在 警察首先怀疑的是他报假警 他们也就是警察用警察记录仪的能看到 确实有人进了他们家的储残室 就再也没有出来 那这件事情就只能不了了知道了 对吧 警察也没有办法 他们也就看了确实没有人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在TikTok上迅速走红了 网友们讨论十分热烈 网友基本分成两拍 一拍认为 这就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假视频 是利用特效和AI技术 把人从里面抹去了 就和一年多前那个西班牙的哈维尔 那个视频一样的 而另一排则认为 阿里克莎尔应该是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一定是阿里克莎尔自己说的时间旅行者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 比如说外星人或者空间传送的人 理由是警察来到他家 确实确认过有人进入了储残室 并且没有人出来 否则这就是报家警 在我们国内报家警很严重 在国外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结束 就在三天后 也就是5月2号的时候 阿里克莎尔又上传了一条视频 视频状阿里克莎尔说 从4月29号后 他就密切地关注着自己家的储残室 会不会有什么异常情况 但是就在昨天 一个陌生男人突然从储残室里面走了出来 只是这一次走出的不是个年轻人 而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 他的储残室里面有一个时间列序 反正他没发现 这个人能发现 但是你看画面里面 老人身穿了一件黑色的马球衫 看起来60多岁 但是身体感觉很好 动作很敏捷 这个男子从小屋出来后 还直视了摄像机一段时间 对 这个男子进去之前直视了摄像机 还是笑 然后老人出来也直视摄像机 对 你看也是直视摄像机 所以他他知道摄像机在哪 他根本就不管 对 阿雷克沙尔在视频中表示 自己绝对能确定从4月29号上一个男子进入到5月2号 这名男子出来这段时间绝对没有人靠近过这个储残室 我们也刚才看到他视频里面有一段是吧 快速地过了这几天的那个监控视频 确实没有人接近过 阿雷克沙尔将这个视频发了出来 也是希望网友能够认出这个人或者进行对比 进出的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他自己无法相信 两天的时间会让一个年轻人一下子老化的如此之快 三天老了30岁 现在呢 原本分成两派的观众吵得就更花了 双方都坚定不移地保持自己的观点 然而 随着事件的发展 一位叫做马蒂赛兰茨的视频博主 在Titalk上发布的视频 让这个故事更加扑上迷离了 I'm not a hundred percent convinced that it's Stephen Albert Miller Even though he does look like the guy he can't really go by looks but I mean every little bit of research I do on him kind of check it out So here's a kid that went in the shed next to the guy that came out of the shed the next day And when you search the image it looks like this guy Stephen Albert Miller And that's his picture from Quora where he asks questions about time travel And he's got some interesting connections on Quora But also on LinkedIn I also found an obituary for Stephen Albert Miller From 2018 Jalive 2018 And there was only one person that posted like a little tribute On the funeral website And there it is right there So I searched that person In the book of faces Found another tribute But this one is dated 2017 Saying that he died in 2018 Now the math ain't mathin on that But Steve also had a design like a graphic design website And there's a very in-depth interview with him He's very interested in sound like frequencies and resonance And metaphysical transference of consciousness It's very...I'm not gonna talk too much about that Because it's like it's very technical And I gotta put some time into it But the shed is located in Florida somewhere I'm not gonna dox the guy But Steve also has a previous address of Sarasota, Florida żem 其實總結下来就是做了個調查 調查出了幾個結果 一開始其實馬迪塞蘭茨 完全不相信有什麼时间旅行者這種東西 爲了揭露真相他就決定進行一些調查 馬迪塞蘭茨首先截取了視頻中男子的臉 然後發了一個搜索引擎進行搜索 善看看能否找到長相相似的人 它真的找到了 马蒂萨兰茨发现了一个叫做史蒂芬·埃尔伯特·米勒的人 似乎和视频率那个人长得非常像 于是马蒂萨兰茨就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向下调查 令他意外的是 自己首先发现的却是史蒂芬的复告 并且复告显示 史蒂芬在2018年就去世了 同时他还发现了一条米勒自己发的SNS 这条SNS说米勒自己将死于2018年7月 为啥是将 因为这条SNS发布日期是2017年7月 随后马蒂萨兰茨还调查到 虽然有关于米勒的复告 但是没有找到米勒的尸体 并且米勒去世前还接受了一次采访 采访里米勒谈论了自己关于声音频率的一些研究 他说自己在研究一些声音频率 引起脑电波共振 并引起不可思议现象的情况 米勒穿这种现象很有可能可以让自己穿越时空 他正在自己完成这个实验 如果完成他就将开穿历史 有没有觉得耳熟 声音和脑电波实验 对我们之前讲过 对我们之前讲过一个美军的实验 就是用声音引起脑电波共振 让他有了灵魂出窍弯的体验 对 是不是有可能这位米勒先生掌握了这个东西 然后就消失了 但是他没办法解释肉体 怎么穿越了 对 到现在呢 马蒂塞兰茨还在继续调查 而阿列克沙尔则还在观察自己家的处产室 原本可能是一件入侍盗窃的事件 由于这位马蒂塞兰茨的调查 反而变得更加脱缩迷了 可能引出了一个米勒时间穿越的这么一个人物了 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大概率最后可能会不了了之 或者插出什么造假的情况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互联网普及以后 这种神秘的时间穿越者屡屡被网友发现 比如说在卓贝林片场大手机的女士 戴着奇怪墨镜观看全赛的人等等等等 反正阿列克沙尔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2003年美国FBI逮捕了一个叫做安德烈卡辛的44岁男子 原因是卡辛在短时间内通过股票交易 用800块本金赚到了3亿5000万 翻了43万倍 整个交易过程卡辛只用了126笔交易 126笔交易无一亏损 平均每笔收益3400倍 夸张吧 你谁要有这种交易能力 不说他的这个交易能力啊 只要有他一半的这种交易能力都富可敌果 这种夸张的收益还有这种交易手法 包括他无一损失的交易记录 只能用内幕交易来解释了 FBI都进了 还有美国国税局也进了 怎么能有这么一个人 明目瞻胆地搞这种内幕交易啊 你连谈都不谈一下 演示都不演示一下吧 但是当FBI对卡辛进行了一个月的秘密调查 就发现啊 没有发现任何内幕交易啊 卡辛只是每天躲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面 进行交易 没有电话 没有社交 他也没有任何这种对外联系的这种行为 连信封都没有 但是呢 FBI也很奇怪 他们没有发现卡辛任何2002年前的信息 就像2012年就不存在卡辛这个人 这个人就像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没有战户 没有学校 没有毕业院校 没有朋友 没有家长 没有家庭 没有任何痕迹 这就让FBI警惕起来 他们觉得卡辛是不是外国派来的间谍啊 卧槽 立马就逮捕了卡辛进行询问 在对卡辛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询问后 卡辛给了FBI一个疯狂的答案 卡辛说啊 自己是一个时间穿越者 他来自250年以后 他乘坐一个时间机器来到2002年 他乘坐一个时间机器来到2002年 但是由于设备故障啊 他无法返回 他只能用自己手头掌握的一些资料来进行股票交易 这种疯狂的说法呢 FBI觉得一点都不可信 但是美国证监会醒 为什么 因为无法解释啊 要么这个人是个疯子 要么这个人运气超级牛 时间仅此一人 要么就是他真的知道未来发生的成功 因为他在股票上的这种异禅的成功 126笔交易无一损失 每一笔交易都有3400倍的收益 这绝对不可能是运气啊 对啊 就算他来自250年之后 他也记不住250年前的股票走势啊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啊 就有一个问题 这一部分缺失了 怎么缺失了 我待会跟你说 美国证监会觉得 他绝对不可能靠运气 对不对 他的成功唯一的办法 要么利用内幕信息 要么他就真的是未来人 他能预知未来 所以证监会说啊 除非他同意交出 他的这些交易消息来源 否则他将被关到死 但是这件事在2003年4月3号 就发生了转折 4月3号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他向美国政府捐赠了100万美金 又交了巨额的保时 以后 卡新获得了假释的机会 在去假释法庭的路上 卡新就神秘的消失了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相关的一些记录也消失了 比如卡新的审讯记录和假释过程 据说呢 在审讯时 卡新为了证明自己是穿越者 交代了很多未来的事情 刚才你说 为什么他能知道 这些股票交易的信息 就在这一部分交易 那个审讯记录里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但是他就是知道 126比交易 无一损失 800块到3亿5000万 那个来保释他的人 是不是时间管理局啊 不知道 时空管理局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时空管理局 我觉得反而可能是 美国政府的一些什么人 因为时空管理局 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我抹掉他就行了 但是卡新 这个人的事迹是留下来了 只是少了他审讯时 交代出来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 可能美国已经掌握了一些 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 说完一些玄幻呢 我们就来说一些 现实基础上吧 为什么我们对时间旅行 如此着迷呢 我认为啊 这是因为时间是 我们生活中 少数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平等的事物 无论你积累了多少财富 或者权力 都无法控制时间的流逝 时间旅行呢 让我们思考自己离开后 未来的可能性 同时提醒我们 过去是不可能再回去的啦 所有决定犯下的错误 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啦 那么时间旅行到底是什么 如何进行时间旅行呢 作为一个不正经的科普博主 我们还是要正经的科普一下 现在看啊 时间旅行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向未来的旅行 另一种是回到过去的旅行 在爱因斯坦之前呢 人们认为时间是不变的 无论你在地球上 月球上 太阳上 还是黑洞里面 时间的流逝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经典物理学的时间绝对论 但是在1905年啊 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狭义相对论 他描述了 运动中的始终 如何比静止中的始终 走的慢 也就是说 你移动速度越快 时间流逝的也就越慢 因此呢 如果你想穿越到100年以后 你只需要乘坐一艘 以观速的99.95%的速度 行驶的宇宙飞船 飞到50光年外 再飞回来 虽然地球上已经过去了100年了 但是由于你的速度 已经接近观速了 那么这段旅程对你来说 只花了一年时间 你也就用一年时间 旅行到了100年后的未来 这就是穿越到未来了 这一理论呢 在现实世界中 其实已经得到验证了 1971年 科学家进行了原子中飞行实验 在实验中啊 他们让两架载有色原子中的飞机 分别向东向西两个方向飞行 在飞行一段时间之后呢 两架飞机上的原子中的技术值 与地面上的原子中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飞机上的原子中 比地面上的原子中 万了十一分之五十九秒 这个呢 就是时间膨胀效应的体现了 而到未来旅行这件事情 事实上已经有人做到了 俄罗斯的一位宇航员 根纳基帕达尔卡 他在太空中停留了八百七十九天 占近三年 在这八百七十九天里面 他已经每小时两千八百公里的速度绕地球运行着 这意味着 他比地球上的人更接近未来零点零二秒 他是怎么做的这个实验呢 他不是做实验 其实是俄罗斯的空间站 他在那上面还单了三年的居航员 叫得啊 还能适应地球生活吗 我也在想 但据说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的 也就是说呢 他比我们更接近未来零点零二秒 换句话说啊 他比地球上的人年轻了零点零二秒 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让你变年轻 你知道吧 这个办法就是 反正我们今天提供的这种变年轻的办法 一定是有效的 而且绝对没有任何副作用 比任何一美的要靠谱 1915年 爱因斯塔发表了管义相对论 这个理论呢 将重力描述为时空的几何属性 即四维空间 分别是上下左右前后 加上重力思维 管义相对论解释了 时空如何像一个被拉伸的织物 但有质量的物体存在的时候 它就会使时空弯曲 这一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了 重力是如何影响时间的流逝 管义相对论相对比较复杂的 就是简而言之 重力越强 时间流逝越慢 这就是所谓的 引力时间捧场交易 在电影星际穿越中 有一个著名的场景 马修麦康纳和他的团队 降落在黑洞卡干图亚附近的一颗行星扇 由于该行星的重力非常强 它就在行星扇度过每一个小时 地球扇就度过了7年 也就是说你用一个小时时间 年轻7岁都好 这种现象不是纯粹的科幻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 我们常用的地图 就是导航系统使用的GPS 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 GPS卫星位于地球表面上 大约2万公里的高度 在那里重力很小 这使得时间流逝更慢 因此卫星扇的时钟 就必须进行调整 以匹配地面上较快的时间 否则GPS就将无法准确地引行 据话未来的时间旅行 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 则是更具理论性或者争议性 而且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 都相信真的能回到过去的 甚至连爱因斯坦本人 对回到过去这件事情 都不知可否 理论上要实现 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 需要将时空进行弯曲 或者扭曲到极致 记住这是时空 是比这两个 以便将A点到B点 形成一条捷径 这条捷径能让你 以比弯速还快的速度 进行移动 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 比弯移动的速度还要快 而且还要使时空 像圆柱体一样 围绕着你 环绕着你 那么理论上 你就可以回到过去 啥意思啊 我们这么来解释 我们拿张纸 这张纸上有一条竖线 也就是说呢 平常我们的时间呢 会沿着这条黑线 往一个方向进行流动 当你需要进行 挽回的时间旅行的时候 你需要将这个时空 这期时间又是空间 进行强大的扭曲 扭曲到这样的程度 也就是当你继续沿着 这个黑线走的时候 向前走 虽然你也是向前走 但是你会回到 以前的某个时间点上 但是要做到这样的时间扭曲 是不是要非常非常巨大的能量 可能需要一整颗恒星爆炸 所产生的能量 集中在空间的一点 才能实现这样的空间扭曲 显然呢 我们目前的技术和文明的水平 是无法实现的 对 盖森球都搞不定 对 但也许某个非常先进的文明 可以做到这一点吧 对 或者他们有什么更高效的方法 做到这一点 对 2009年6月28日 著名物理学家 史蒂芬霍金博主 在英国剑桥大学 甚至约翰学院举行的一场 名为时间旅行者派对的活动 这场派对的目的呢 是为了吸引未来的人 从未来经过时间旅行 来到这场派对里面 但是最终没有未来的人参与 也就是说没有时间旅行者参与 这场派对似乎是从一定程度上证明 地球上不太可能诞生出 穿越时间的技术 有可能人家低调 其实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时间旅行 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今天已经是2024年7月份了 2024年上面脸已经没有了 什么不是刚过完年吗 我们可能在靠近某个动力场 时间变快了 对 最大的鼓励哦